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太空物理科学就比较远一点的东西 就和生命科学的东西有关 那大家可能如果都还记得 就是在神经元方面的研究 其中一个进路我们很喜欢就是什么呢 就是捉住一些简单的生物 然后就尝试将它里面的神经元有多少个 以及之间是怎样接驳呢 就全部去了解一次 有一些比较简单一点的生物 就好像那些海蝗牛 就是如果基本上在香港 你去那些金鱼街 你都买到回来养的 你找过那些这样的 紫外光灯去召唤它 那些色就很迷幻的 其实有些品种 我自己不太分得清楚 那些什么海套 那些海蝗牛 那些什么 它是属于一些 那个神经 或者是脑部结构 比较简单一点的生物 它只不过可能 它的脑部 就是只有那三十几个神经元 所以在那些研究里面 你只要把那三十几个神经元 找到在哪里 之后它们要怎样接驳呢 你就对于这个生物 它的脑是怎样 很容易了解到 对于人脑是怎样呢 人脑的神经元数目 就是去到一百亿 就是很容易的数字 你买津医力多 里面有多少个性与酸菌 你的脑里面 大约有这么多个神经元 那就是如果有一百亿个神经元 它们之间的位置在哪里 和哪个搏哪个 就千变万化了 现在每一个神经元 不是一定告诉你 只会接驳一个其他的神经元 是一个可以喜欢 两个又可以 三个又可以 四个又可以 然后那个网络 是可以很复杂 我们去做这个研究 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很想了解到 究竟这些脑部的运动 或者整个神经系统的运动 它怎样表现到 一些我们外来 看到它的一些很重要的特征呢 比如对于人来说 思想情感 学习能力 智慧 甚至乎 那个清醒的感觉 是不是 就是我现在意识到 我过这一节 我不知道 我可能还有十多分钟 那我就要意识到 在最后那三十多秒的时候 就不要再说那么长 就尽快去总结了 那这个是一个意识的表现 而这些意识表现 你会发觉 体现在脑部来说 可以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 它牵涉到就是什么 就是我自己 一路去将我自己 预备好的东西 一路说之余 我也都在那个画面 看回我那个timers 那个时间剩下多少 然后同一时间 我是要做个同步的 multitasking 来去想想 我准备说的东西 和我可以 剩下的东西的时间里面 做一个平衡 同时间我发生的事情 就是我继续在想 说的东西给大家听 是不是 那你可以想象到 它一定是牵涉到整个脑部不同的地方 所以你说一个很简单的 一些这样的现象 去到脑分析的层次 你会发觉是很复杂 我们很希望 用一个最简单的科学精神 来去想 我们有没有能力去掌握着 每一个神经元 它的位置在哪 和它会拼着 哪个和哪个 然后帮我去重新去了解 一个人如果是清醒的时候 脑里面的运动会是怎样的呢 一个人如果意识到有危险 有些事情要是改变决定的时候 哪一部又亮了灯 哪一部又有讯号呢 跟着就是说 如果是突然之间受到一些 其他感官上的刺激 不是再是视觉上 听觉上的事情 突然之间 诶,我的桌子底下 有个蟑螂摔摔摔摔 过得很痕 我叫不叫 知道怎么叫呢 我应不应该克制他呢 即是同时间接收到 很多不同的信息 应该要反映到 在脑部里面 很多不同的部分 而有一些甚至乎 是你不可以 那么容易体现到 表现到的 比如 刚才说了 意识 那还有潜意识 你发梦的时候 那个梦境是怎样的呢 你发这种梦的时候 你脑里哪里能着灯 甚至還有一些是說得得意一點點 潛意識、情感、還有記憶 如果我找一些比較短期的記憶和長期記憶的時候 即是那些著燈不著燈 哪個腦部哪裏會有反應沒有反應 即是說透過研究那些簡單的神經元 它一個組合的時候可不可以還原我對於整個人的腦部運動感官世界 是有一個很透徹的了解呢 那這個就成為了What is mine 這些思維意識從何而來一個科學上仍然是很大的問題 那當然我們一下子要攻陷了人腦的問題 不是那麼容易的 現在只是說你想將它整個腦部的結構搞清楚 我們都暫時能夠做到90% 是不是可以說到很透徹 就是對於一個任何人腦 我們去過腦部怎樣去撤博已經完全透徹了解了呢 不敢說 因為總是有些區域是比較麻煩一些的 我們大約可以找到哪個地方是視覺區 哪個地方是聽覺區 但是我腦莊的東西和你腦莊的東西是不同的 你的腦對於一種既定刺激的反應和我也是不同的 這東西是可以反映到甚至乎在腦部的結構那裡 甚至乎有一些人是天才和一個可能有腦部發育不健全的人 甚至乎可能只不過是精神上有病 可能是精神分裂或者是自閉症的人 他的腦部的結構已經可以不同了 那這個問題其實也不是我們今天最主要講的 但是透過了解這件事我們就明白到一個動機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對於生物上面那些神經系統 不只是限於老婆 就是整個神經系統的結構和接駁 以及對外來怎樣去反映我們這麼有興趣的其中一個原因 而今個星期要講這個新聞 就現在在畫面上面看到 就挺有趣的 叫Wi-Fi for neurons 如果你照直譯就是說 是不是這些神經元的訊號 就可以像Wi-Fi訊號一樣傳遞的呢 譬如就是說 我手上 我的神經元的動作 照計就應該有條神經元的線路 就由我腦部一直接駁到我手指頭的了 但是可不可以就是說 我手指頭的神經元 和我腦部的神經元 就是不需要再中間的接駁 我自動這裡有個訊號 發過來這裡就可以自動感應到 就是如果你看那個題目 你就會以為是這樣的一回事 但是呢 我又要很老實說就是 其實那個新聞就千萬不要以為是這樣 他現在想說的話 就不是我們一般認為 是我們的Wi-Fi 好像無線電那樣 就可以這樣隔空傳過去 兩者之間的溝通 就不可能是用到無線電方法去溝通的了 但是這裡為什麼他要說這件事呢 但是看回他的這個研究 就是在自然其他研究 我就發現到有一些 幾值得為大家介紹的一些方法 和一些發現在這裡的 那下半上來的結果就是說 現在我們一般人認為 我們的神經元的傳遞就好像接力一樣 由一個傳去第二個 你就會找到一條路就隔通了 中間就算有一個很複雜的網絡也好 你總會是連到一條路 那條路是最短路徑 然後就可以令到我 譬如某一個地方發出來的訊號 最後就由 末端的一個目標的地方去收到 這樣 照計是這樣 OK 因為由我們手手腳腳的那些 那些圖像 我們很容易想到是這樣 但是呢 在這次這個發現裡面 它就用到什麼呢 就是現在畫面上面 看到這些 一條條蟲這樣的東西 這些蟲是什麼呢 它就是叫做一種幹線蟲 這樣的東西 這個幹線蟲 就比起我們剛才講的 節目 即是這一節的 比較開頭的時候 講的那些海兔 海蝸牛 那些這樣的東西 就複雜一些 它整條這樣的線蟲 本身呢 就有302個神經元 那些神經元 你會發覺在這個圖裡面 就螢光的形式 就highlight了 那現在 今時今日 以那些基因剪接技術 我們就可以把一些 對螢光有反應的物質 適當地去引入 它的基因 令它出來 譬如說 我就希望它最後出來 是一些神經元 是帶螢光的 那我們可以用基因剪接技術 是由那個基因層面 最後做到這件事 令它出來的東西 是令到它 我想要的某部分 就是螢光就是螢光 那這種技術 其實是拿了諾貝爾獎 那現在就看到 這種幹線蟲 它那個神經元的網絡 就可以這樣highlight了出來 於是它中間怎樣接駁呢 我們甚至會看到 它中間那些 一條條的接駁 那些C線 我們都看到 就是整個network 就可以這樣現身了出來 那我們就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將它那302個 這些神經元 整個網絡 怎樣去接駁 就將它找出來 對於任何一條蟲都好 你可以找得到 那這種叫connectum project 對於這些比較簡單的生物 很容易做的 那為什麼要選它來做呢 那當然很多時候的原因 就是它夠簡單 這種蟲本身 它樣子比較噁心 但是它不是寄生蟲 它一般泥土裡面 都會出現到的線蟲 它的生命周期 就大約是兩三個星期 左右 這樣就會死 在一般泥土上面 你會看到 它也不是那些 躲進人體寄生的蟲 也因為它不是寄生蟲 你就這樣在泥土裡 找到它很容易有的 也很容易繁殖 它由一代轉到第二代 也是一個可以人類 符合到你實驗人員 等待到的時間 所以對於無論烏鷹 這些大腸幹菌 或者這些複雜多少少的幹線蟲 都是一些很容易拿來玩 做一些基因研究 和神經的研究 都是一些很不錯的對象 尤其是越是複雜的生物 去給你的那種反應越多 就更加有趣一些 在現在的這些蟲裡面 它找到的是什麼呢 我們有兩個進路去了解 現在我們一方面 就將它那個神經元的接駁 就抄下來 記錄下來 就將它擺成在電腦程式裡面 OK 現在我們認為 它對於外來刺激的反應 就是如果你是 比如在它蟲的頭那裡 給它刺激 你傷害它 去嚇它 它懂得縮 或者給食物 它懂得去賣去吃 OK 你在給它前頭一個刺激 它怎樣傳遞到其他的部分來給反應呢 好像這些蟲 它對於那些規避危險 什麼時候縮起來 什麼時候走 他們是很容易觀察得到的 甚至乎 它那個神經反應 你怎樣看到 它那個畏縮 逃避的反應 怎樣反應到神經層面 有了螢光劑 我們很容易去看得到 那這個就是我們現實上 我們實驗上 可以一路觀察著神經運動 一路看著實際上的運動 來去看一下 它在做這個動作 有這個反應的時候 神經活動是怎樣 同一時間 我們做到一樣 什麼呢 就是我們將它記錄了下來的數據 擺到電腦程式那裡 用電腦模擬的方法 看看可不可以重現它這個過程 就是說我給它一個反應 它是否可以完全重現 可以看到同一樣的神經活動呢 很有趣 如果我們假設 這些神經信號的傳遞 就一定要是一粒傳一粒 然後一路傳播出去 再回頭來來回頭的話 我們發覺 即是將這個特徵program 在電腦上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完整去重複 我們觀察到這條蟲的行為反應 和神經現象 即是哪裏會突然多點燈 哪裏會給多點反應 我們沒有辦法去透過 在電腦程式上重現出來 這裏要留意一件事 我們背後有一個很重要的假設 就是它們的神經信號傳遞 一定是一條傳一條 它可能是第一條 就連第二條 第二條就是同時間 連第三、第四、第五條 跟著第五、第六條 連在一起 再連去後面第七、第八條 又駁回到第二、第三條 即那個網絡是可以很複雜的 如果你是純粹想著一條傳一條 用最短路徑去傳的話 你會發覺在這個電腦 要你去遵守這種規則 去模擬這個蟲的反應 是不得的 至少不準確的 這件事就很古怪 但這件事是很直觀的 我摸到 我拿著一隻杯 一隻杯太熱 就有個信號傳下來 我都不可以傳到他的腦 如果是很辣手的時候 就由我的蟲神經 給到那個蟲神經的反射動作 就立刻要脫手 就不要辣到手了 在這條蟲那裡 我發覺有些很特別的事 除了一個傳一個接力而來的神經 訊號傳遞反應之外 還有多一層你會見到 它似乎有一些傳遞 可以跳過了幾格 一路傳過去 即是說你要引入多一種 好像說 好像是不需要這種神經線 傳遞網絡的一種機制 才能夠圓滿地解釋到 整個神經網絡的反應 所以在這裏說 那種好像是Wireless的作用 就好像在這個神經網絡裡面 似乎在某一些部分 出現了一些 跳過了原本網絡的傳遞 可能跳過了幾格 就多了一種傳遞的途徑 而我們是不知道的 其實又不是完全不知道 但就不是用我們剛才 單一個的解釋就可以了解到 而另一件事我們知道 就是起碼一定不是電磁波信號 就不是說它懂得 整個無線電出來接收 就不是這件事 而是一樣什麼呢 這就要有賴於我們 對於神經源的反應 我盡快將它講完再總結 就是在神經源裡面 除了在那些頭頭尾尾那裡 會釋放那些神經傳遞物 去接力它的傳訊號之外 就算那個神經本身那隻臂 那些網絡本身那些爪 中間都存在著一些物質 可以分泌一些 我們叫做那些神經質的鈦 或者神經蛋白 而那些東西分泌出來 一樣是可以感染到 其他周圍的神經網絡那裡 來令它作出反應 知道是要什麼的 即是說 你可以用一個這樣的比喻 以前呢 皇帝去將那些信息 去傳播去每一個的省市 你就用八百里加急 用隻馬一路騎一隻這樣過去 但原來後來呢 皇帝呢 原來偷偷地 都懂得去用非甲傳輸 除了地面 即是有陸路的東西之外 還有另外一種的網絡機制 來去幫你 將那些信息 是更加有效地傳出去 那就是在這裏 其實就是說 今次這一個的發現 最大的價值就是什麼呢 它是告訴我們 那個神經傳遞的那個信號 就不可以正正是依賴著 我們過往那種很簡單的 一個接力一個的圖像來解釋 而是需要引入一些 某部分是引入一些 神經自己擁有的 其他的傳訊特質 才能夠完整解到 整個神經網絡的訊號傳遞 而這件事 不只是出現了 在這些幹線床 而相信在更加複雜的生物 包括人類 他的神經訊號傳遞 都可以是這樣 那這一節就來到這裏 我們下一節繼續 2022神秘的夜 第一節 2022神秘的夜 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什麼呢 就是那一件在飛機上發生的 古怪事件 嗯? 話說 幾個月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說要下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他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機 就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裏 就說 其實那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他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 幾圖你怎樣看? 這東西 其實都不算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東西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東西 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就會不會 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扮演我們在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有機會就去追上那些假的節目 忘了就追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回訂閱鍵 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錯 其實我和阿幾圖 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事情 其實有人假裝我們不重要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今天的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事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我和台長 我和阿企圖